曾善美基金会董事长李宗贵 旧国团总会主任 葛永光一行人 13号是来到了花莲县政府 拜会县长徐真卫 双方针对了 附幼议题进行了意见的交流 县长徐真卫除了介绍 花莲人文之美外 同时也说明推动幼儿教育 和智慧城市的内容 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花莲县长徐真卫 在社会处代理处长陈家父 及教育处副处长翁淑美的陪同之下 既见旧国团葛永光主任 各局处长以及曾三美联姻会会长等人 双方针对家庭教育 社会贡献等意见交流 情业分享 希望为了能够携手让社会更好 健康快乐 就像旧国团一样 你开心我开心 大家都开心 你快乐我快乐 大家都快乐 其实这是一个很白话 但是这却是一个现在很实心的共好 你好不好大家共好的概念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民族 这个先人的智慧真的是让我们不断地从生活的经验内积中 不断地体会到 就像我们要说生活的目的在在进全体人类的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积极的生命 其实它讲解就像跟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做好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领域 师农工厂各个角色做好 其实你就在增进全体人类的生活 生命的意义 阅读读经学习平台 激起推动读经教育 培育孩子们正确人生观 奠定重要的人格基础 同时领先全国百分之百的全面推动城市教育 让孩子们品格教育 以及科技教育并行成长 而一项中是父女身心健康的现场许中卫 更对在场的珍珍美 或姐妹们的勉励 除了在家照顾好心的孩子之外 也要走出来展现自己绽放自心的光芒 传递珍珍美 记得请问华小伯老